今天講一個非常常見的英文片語 那它同時也是一個百字故事 那這個英文片語叫做 A penny for your thoughts Thoughts是想法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到中文英文一起讀 Thoughts是想法 Penny一般來說就是 最小單位的錢幣 所以它是一塊錢的一百分之一 所以一百個penny才是a dollar 才是一塊錢這樣子 那這邊我們先把這個片語講完 我們再來講故事 這樣會比較好懂 所以A penny for your thoughts 它的意思就是 所以它拿出來用的場合 就是當你想要知道 另外一個人在想什麼 那通常呢 發生在這個人就是沉默了很久 然後 Tell me what you're thinking 簡單說就是這樣 你在跟另外這個人 跟這個人要求說 告訴我你在想什麼吧 所以它用的時機 例如說這個字典裡面給我們一個例句 就是 嘿你好像沒說什麼話 So you haven't said very much A penny for your thoughts 你就可以就這樣講 所以給你一個penny喔 那這個penny給你之後 你要告訴我你在想什麼 所以感覺是不是像是在交易的一個概念 或許有 所以也就是 可能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人就寫出了這個白字故事 那它的標題就叫做 If I could buy thoughts 要是我能夠買 這是別人的想法的話 那它會怎麼做呢 就是這個故事了 所以我們就先來 把它完整讀一次好了 I would give a penny to the student who sits in the back and looks down whenever they sense a question coming not quite believing my syllabus certified assertion that I do not call out names and force them into class participation I would collect change and walk around with a piggy bank polling our pennies for servers and cleaners and old men in corners and women with polite smiles and fiery eyes I would toss coins in the stiff upper lips 對了 對不起 to the stiff upper lips and the sit-alongs I would pour pennies into my bathroom sink stare into my reflection and beg myself to speak 這故事好有力量我覺得 很棒 來我們來好好講一下 所以如果能夠買想法的話 我就會給一個penny 給誰呢 I would give a penny 剛說過 penny給你 你告訴我想法 所以他會給這個學生 I would give a penny to the student 哪個學生呢 他這裡才講the student 所以是特定的那個學生 I give a penny to the student 那這學生是坐在那個 教室的那個很後排 李老師最遠的 so who sits in the back and他不只坐在後排 他還會往下看 就低頭 and looks down 為什麼要低頭 就每當後面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他都會低頭 and looks down whenever they sense a question coming 那他這裡用了一個比較先進的英文用法 他用了they 你想說the student不是一個而已嗎 沒加負數 為什麼可以用they they是他們呢 我現在這個人已經擁抱了一個 我們常常在討論的一個用法 就是把they這一個負數的第三人稱單數的代名詞 變成可以用成單數的 因為他這裡如果不用they 他就必須用成 whenever he or she sends a question coming 那那個he or she 就是非常的clunky 好寫作 讀起來會覺得 哎 很 那個台語叫什麼 很 我的台語好爛喔 很愛尿 很愛尿 不會講 好anyway 好anyway 所以每當他們感覺到they 他啦 每當這個學生感覺到 感覺到欸老師好像有問題要問了喔 然後他就低頭來躲開問題 不想要被問嘛對不對 所以他說了再一次喔 好 so who sits in the back and looks down whenever they sense a question coming 每當感覺 欸老師要問問題了 然後逗點後分析句 那為什麼他會低頭 這個想躲開問題呢 因為他們不相信老師曾經 在他的課綱裡說過一個東西 so not quite believing 所以學生的狀態是不太相信 not quite believing believing what my syllabus certified assertion syllabus就是你上課叫你去報一堂課 那這堂課可能是 就是秋天9月一路上到1月冬天這樣子 就是我們有時候講說這樣大學 在台灣也一樣 他們有分winter term跟spring term跟summer term 欸不對 是秋天fall term跟winter term 然後再來就是spring and summer term anyway 所以就是你去拿一個課 然後在第一堂課的時候 老師就會發一張 我們接下來的三個月要上什麼東西 在那一張上面通通有 就是就課表嗎 我不知道這中文叫什麼 但總之這個就叫做syllabus 那可能上面就會有日期 然後會說我們在10月幾號的時候 會來個期中考 然後你這個期末的報告要寫些什麼啦 題目怎麼選或幹嘛的 總之每一堂課會上的東西作業也派給你 那或者是有一些additional的reading 要你去找的那都會列在上面 總之這個叫做syllabus 我不知道這個叫做課綱還是課表還是什麼的 隨便啦 那他在他的syllabus上已經有認證過 certify過了 certify所以這是一個他的assertion 就他的一個意向表達 表達的就是我不會叫名字 逼你在上課的時候回答我問題 所以老師已經在syllabus上面講清楚了 因為我那時候上大學的時候 的確是有老師會例如說 期末報告40% 期末考40% 那這樣就已經80%對不對 對不起這分布不好 假設我們期末考50%好了 那期末報告40%這樣子90% 那剩下10%的分數來自哪裡呢 來自class participation 或者有的老師叫attendance 可是attendance跟class participation又不太一樣 因為attendance就是你有到 你有出席 出席就好 所以他可能點個名或之類的 所以你有到attendance 你每堂課都有 你沒缺課 你可能就可以拿10%的分數 可是class participation是必須在上課有參與 所以你要是上課都沒講話 你即便有出席你也拿不到分數 聽懂我意思喔 所以participation是參與嘛 所以上課有沒有參與 所以這個老師在他的syllabus裡面 就已經有跟你確認過這件事 就是他不會叫學生的名字 然後逼你做class participation這件事 所以即便他有這麼做 學生還是會低頭躲開他的視線 覺得他有問題 解釋了那麼久大家聽懂了 我再把前面這段再念一次好了 大概聽懂了齁 總之我有一個assertion 不會叫你名字 不會點你的名來回答問題 即便我這麼說了 我都在課表裡面這麼說了 你還是低頭躲開 所以我會想花一個penny 買你的想法 目前這樣聽懂齁 下一個 I would collect change and walk around with a piggy bank 所以他會做的事情就是 他會到處去收集零錢 像例如說我家裡有各種零錢 因為有時候回到家的時候 沒有把口袋清空放到一個零錢 的一個盒子裡或這些的 所以到處零錢 所以他會到處去把零錢收一收 collect change 然後他就會在這個人世間走來走去 拿著一個小竹鋪滿 walk around with a piggy bank 那你就知道 piggy bank裡面都是penny OK 所以逗典後 pulling out pennies 所以他就會把penny拿出來 給誰呢 for servers and cleaners and old men in corners and women with polite smiles and fiery eyes 這麼多人 所以他會給 servers 就是服務人的人 跟cleaners 做清潔的人 這些就都是社會比較底層的人 他們腦袋其實一定很多想法 例如說假設夜店外少接的人 你要是問問他的想法 他可能就是說 你不知道這邊每天 每天晚上就是一大堆男生在撿女生的屍體 你看是不是就很勁爆 所以通常這些人 他們看到的東西是很多的 只是沒地方講 所以你要是可以去用一個penny 換他們的想法 一定會得到很多精彩的故事 所以這就是這邊在表達的 所以這個人會walk around with a piggy bank 然後到處拿penny出來 pulling out pennies for servers and cleaners 還有誰 old men in corners 坐在角度的老人 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說 以及還有女生 women with polite smiles and fiery eyes 所以有著很這個很有禮貌的微笑 但是眼中仿佛有著了火的女人 這個是這個畫面很有趣 就是有的女生你看她文文靜靜的 好很然後臉上永遠挂著像日本人一樣 日本女生有臉上永遠挂著一個很有禮貌的微笑 可是你看得出她的眼神是炙熱的 她可能心裡有很多故事 她可能有很多熱情 但都被她的這個禮貌埋在就埋在深處了 所以要是你可以用一個penny換她的想法 一定會得到精彩的故事 所以這裡的重點就是她講了四種人 這四種人都有精彩的故事可以說 OK 好所以我們等一下再重頭練一次 下一個 I would toss coins to the stiff upper lips 所以她會一樣就丟這些錢幣 丟給誰呢 Toss coins 給這個the stiff upper lips 我們一般來說要是有一個人 他很不喜歡講人家的秘密 說一些八卦 我們就會說她的 我們講說她嘴巴很緊 中文講說你的嘴巴很緊對不對 彷彿有拉鍊一樣 但是英文有一個這個expression就是 你有一個很很stiff 就很硬的很僵硬的的上唇 所以這個expression很有趣 stiff upper lips 好就聽聽就算了 OK這樣子 以及還有and the sit alone 所以這又是一個 算是行動詞或副詞當成名詞的一個用法 sit alone就是一個人坐在那邊的人 所以有一個那個人單獨坐在那 跟前面的那個老先生做空人有點像 所以一個人坐在那他就一定有故事可以說 你不要以為這種人是沒話講的 他一定有內心一定藏著什麼 所以他就總之把剛剛整理了一大堆 就是他會想要用penny換想法的人們這樣子 那最後就講回他自己 I would pour pennies into my bathroom sink 而且他這個時候是poor pennies 他不是只有用一個penny 就是反射 stare into my reflection 然後求他自己把話說出來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人他是一個很壓抑的人 他內心有很多話不能說 但是他就希望他可以用penny 來跟他自己買想法 讓他自己把這些話說出來 所以還蠻有力量的一個故事 我們把從頭再念一次 I would give a penny to the student who sits in the back and looks down whenever they sense a question coming not quite believing my syllabus certified assertion that I do not call out names and force them into class participation I would collect change and walk around with a piggy bank polling out pennies for servers and cleaners and old men in corners and women with polite smiles and fiery eyes I would toss coins to the stiff upper lips and the sit-alongs I would pour pennies into my bathroom sink stare into my reflection and beg myself to speak 結束 好 希望你也跟我一樣喜歡這個故事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你不可以 我可以喝就 Flower 就一起喝吧 我可以喝一下 我已經喝了